綠現在來這一招 是要怎麼樣拖國民黨下水 國安的部分 先來看到這個部分 新國安團隊人士的布局 准副總統蕭美琴 黨內人士怎麼說呢 蕭美琴非常熟識國安團隊 已經進入了決策圈 初期會是一個有實權的副總統 再來看到是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民進黨內的人士也提到 顧立雄不會裸退 問題只是在那個位置而已 而國安圈內評估留任 國安會秘書長的機率也很高 另外有人認為 可能讓他接任國防部長 好 再來看到副秘書長 陳文正還有副秘書長 跟國安局長蔡明彥等等 蔡總統兩岸外交關係穩健 不敬照不照鏡 尤其是台美關係成果外界 有目共睹 賴清德在選前多次表態 將會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因此賴政府執政初期 有望沿用蔡政府的國安人士 這是民進黨內的人士 所提出來的 這些推敲難道都只是 捕風捉影嗎 沒有 看這張照片可能有點端倪 這邊照片看到的是誰 顧立雄 蔡英文 賴清德 還有管碧琳都在這裡頭 這張照片是嘉義級的巡防艦第三艘 雲林艦交傳記第四艘 台北艦命名下船 所以看到這些人 四個人都在這一個照片裡頭 所以可以知道 如果真的是很討厭的話 沒有必要把管碧琳帶來吧 也因此力挺的意味也很濃厚 別忘記了 現在的管碧琳的仇恨值是最高的 他也出席了 所以賴清德的內閣中 管碧琳是不是留任呢 這個留任下去會不會繼續施血呢 再來往下看 有人就提到驚嚇事件鬧大了 來事後看的話 應該不是管碧琳個人作為 認為的是蔡英文在做決定的 管碧琳也只是個執行者 如果這件事情不是治安事件 而是國安事件 也就是政治事件 凸顯了驚嚇海域問題 連動台海管轄權之爭 那就沒有真相了 再來往下看到 民進黨壞的地方 就是現在麻煩來了 那就兩手一攤 看國民黨拿出什麼方法 這件事又會影響台灣內部的氛圍 民進黨認為這種氛圍 對賴清德執政是有利的 講白就是什麼 抗中保台啦 但不負責任 往下看 亮哥是擔心 民進黨每次遇到這種事情 就會拉國民黨一起到同一戰線 槍口對外 國民黨很多人就會耐不住壓力 跟著一起去譴責 整個部分民進黨就愛玩這一招 烫中保台這一招 但是在台灣這項操作是有一條紅線在的 一旦超過這個臨近點的狀況 可能就大不同了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分析 當中國大陸這個反江一軍 這個江濟救濟步步進逼到最後臨界點的時候 你要不要反應 這是第一 對 那麼你反應兩岸就開始兵兇站圍了 你不反應 你就軟弱 你就吃肯 你根本就不敢抗中保台 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你連反應都不敢 那你到底敢幹什麼呢 第二個它的風險是什麼 就是說民進黨玩抗中保台 這一套已經玩了很久 但是在台灣抗中保台 是有一條紅線的 就這條紅線是什麼 就是不能夠真的發生戰爭 就台灣的年輕人現在 為什麼對民進黨這麼憂慮 就怕真的發生 他不想發生戰爭 他不想上戰場 又不是我們兩個去打 真的發生戰爭 絕對不是我跟亮哥兩個 第一線絕對就是我們台灣的子弟 台灣的年輕人 那他們何苦來哉 就對他們來講 他們已經是不藍不律 沒有什麼色彩 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沒有什麼統獨主張了 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好好的過日子 我幹嘛去打仗 所以你去鼓動他們 仇視中國大陸 敵視中國大陸 也許在民進黨的這種洗腦的 這種工作下可以有一點效果 可是當你把它推到戰場的時候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所以其實 對國民黨來講 這是一個短 這個空長多的局面 就是以現在這個局勢 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收手 那麼民進黨看起來 也沒有任何的退路了 所以也許在短時間之內 國民黨的確在兩岸問題上的發言 會受到壓縮 但是到另外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那麼國民黨就可以 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至少可以讓大家重新回頭思考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我們給台灣帶來了什麼 對啊 海警船就開始進入你的海域 那民進黨一定假裝沒看到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反制 所以他只好假裝沒看到 這就進來了 是嘛 所以他只能講裝沒看到 可是一定 因為這是新聞 可是大家看得到啊 是啊 那大陸會爆 台灣會爆 可是戳破這個國王新衣的是誰 總不能只是中天吧 必須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那他要戳破這個新衣的時候 他就要有一套說法 那民進黨那個時候 就會去壓國民黨 說那你國民黨就能夠叫 中國大陸重新承認進限制水域嗎 你懂我的意思 因為那條蟹已經被越過了 這不可逆嘛 那民進黨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壞的地方 你知道吧 他造成這個結果 然後現在麻煩來了 然後他就兩手一攤 說國民黨不然看你拿出什麼方法 叫他解決 不就是他拉你下船你知道嗎 就拉你下水啦 把我們一起拖下水 把你一起拖下水 那他抗中保台比你厲害 那國民黨就會陷於一個 一個尷尬的狀況 因為國民黨的人我認識很多啦 很多人對兩岸其實非常不熟 非常不熟 亮哥講的是他擔心一件事啦 就是民進黨每次遇到這種事 就會拉著國民黨要一起同一戰線 殘口對外嘛 然後國民黨就會有很多人 為了耐不住壓力 他就跟他們一起去譴責 就會這樣啊 一起採取對抗的行動 就這個時候你還不共復國難啦 民進黨就來了嘛 又是同一個 又來了 你如果沒跟進他就說 你是同路人 就是這樣嘛 就把你統統打成這樣 他就都在玩同一個遊戲 所以我才說 你兩岸立場要很清楚 說得出一套道理 你才能夠跟他對抗 不然他就玩來玩去都是這樣玩的 被牽著鼻子走 對 好我們聽完這個 剛剛這些講法 這民進黨的這個行為 在民俗上就是抓交替啦 那剛剛聽完 郭正亮跟孫大謙的分析 國民黨未來恐怕會陷入一個尷尬的狀況 亮哥就認為了 國民黨有很多人 對於兩岸的其實是非常不熟 民進黨就會說 國民黨怎麼不負 不共負國難呢 那如果國民黨沒跟進 就說國民黨是同路人 郭正亮就呼籲國民黨兩岸立場你要很清楚 說得出一套道理 才能跟民進黨對抗 不然民進黨玩來玩去就是玩這招 那麼這道議員 您是國民黨的新生代 您覺得國民黨真的準備好了嗎 沒有 準備個屁啊 就跟這個剛剛大謙哥亮哥講的一樣嘛 就是拉著國民黨說要一起共負國難 那這個國難是誰來造成 以這個我們目前在驚嚇海域這裡遇到的 種種困難 呃 我們明眼人就知道嘛 我們看這個中天的觀眾朋友就知道嘛 會在這裡遇到登船檢查 上觀光船上面去檢查 然後 最近有很多漁船也都紛紛的進來 然後就打 看準你這個海巡不敢再強力執法 那這樣子步步進逼這樣子所謂的國難 是誰造成的 是當初如果我們好好的處理這一起事件 然後當初海巡署第一時間不要說謊說是 啊我們就在追的過程之中他自己翻覆 後來被發現明明就有碰撞 種種的一開始 在 在 講事實 在講真相 在 陸方也就想說要強調說我們的司法一定要去做調查清楚 給個交代的時候 如果我們都好好的把事情給講清楚 讓雙方可以好好的來談 呃 後續的不管是補償的問題或是什麼 呃 互相質疑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都會簡單 輕鬆很多 可是 民進黨就要把它無限升級 明明是有碰撞 卻 到後來被大家勘驗的時候發現 欸船隻上的確有碰撞的這個狀況 才改口 承認自己以前是說謊 那你一個說謊的政府 又要怎麼去 把真相給釐清 又要怎麼去還給對岸這些愚民一個公道呢 沒有辦法 那你持續不斷的說謊 說到後來 連陸方都很強力的去譴責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才拉著國民黨的手說 欸我們都是台灣人啊 要一起這個過來啊 一起譴責中國大陸那麼強硬啊 然後這個登船檢查這種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 不管是民意代表也好 或是支持者也好 有時候 就他們也覺得說好像在抵禦陸方的時候應該站在一起 可是你沒有想過 他們也不是無緣無故找查你知道嗎 從馬英九時代開始驚嚇海域 零星的有去檢查 零星的有去驅趕漁船 保護我們的漁船在附近就是捕魚 或是去驅趕對岸的漁船 跨過某一些比較敏感的海域這樣 都會有 都會有 但是從來沒有衝突如此之大 從來沒有現在兩岸局勢的變化變成說 啊他完全不承認你這個海域上面的權利 他就是要跟你硬著幹 然後限縮不管是我們國安國防 限縮我們漁民生計民生 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全部都被往後退啊 所以你說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竟然沒有國民黨當初我們的權利那麼大 我們可以安然的跟對岸交朋友 或是守護我們漁民的這個海洋上面的資源等等 那你說你不去幫馬英九那個時候 我們的漁民生計多麼好 我們的跟對岸的關係 沒有現在像現在兵凶站尾這個樣子 你不去幫馬英九過去捍衛 你現在跑來跟民進黨站在一起 然後一個鼻孔出氣就說啊你看對岸真的是 但是不要那麼強硬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想清楚啊 可是就跟大仙哥剛才講的齁 兩岸之間民進黨再怎麼去講抗中保台 他始終有一條紅線在 那個紅線叫做我們都不希望有戰爭 我們不希望小孩子下一代 包含我 我現在如果要打仗的話 我一定也是被徵召吧 就不希望我們的子弟變成這個戰場上面的犧牲品 不想要他們當炮灰 我們都秉持這樣的原則 可是這個紅線切下去 你永遠不知道民進黨玩火玩到什麼程度 什麼地步 所以國民黨也很悲哀啊 為什麼剛剛回應我們主播 我說國民黨沒有準備好 因為這個主動權不是在我們手上 國民黨很可憐 國民黨每次都扮演一個煞車皮的角色 當民進黨在那邊 糟糕人家雞工 然後對岸快要劈牌跳 就是快要把這個糟糕給踩死的時候 我們國民黨就出來說 啊這個我們跟對岸也是要有好的溝通 要有穩定的橋樑 那我們台灣2300萬人都不希望發生戰爭 然後對岸就會和緩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當煞車皮這個角色 民進黨就會跳出來說 啊你就是中共投入人 你就是不敢喊打喊殺 這個民進黨的人都這樣嘛 就是喊打喊殺最厲害 但是每個都沒有當過兵 那所以說我覺得國民黨 要什麼時候才會展現他的價值 身為煞車皮的價值 非常矛盾 就是當民進黨有一天真的玩過火 走到紅線的邊緣 然後第一站 第一集開啟 也許是無人機 也許是第一槍 也許是飛彈 就直接過來了 到那個時候人民才會發現說 哇 原來是真的有可能超出紅線 我們是有可能變成炮灰 有可能變成戰場 有可能犧牲的時候 他們才會知道國民黨有多好 就是這樣子很可憐的狀況 一直當煞車皮的人 我們一直在做預防工程 卻沒有辦法得到大家的掌聲 我會覺得這個是非常遺憾 但是我們也只能盡力這樣做 因為你如果放任民進黨 一直的這樣子做挑釁 然後國民黨沒有從旁邊幫忙緩甲拉一下的話 真的我們離紅線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可是國民黨也快拉不住啦 國民黨快拉不住啦 民進黨在繼續這樣玩火 然後國民黨 你看有一些人還跟著譴責 然後不去做煞車皮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們真的是離這個兵胸戰圍 離台灣變成戰場是越來越近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我們在待會兒的食物 我們可以下視了 今天大家會再試試看 Ragazzi,我也要回答 收集,收集,收集、收集,收集 能力其實有一定值得 支持我們的金錢 我們可以進行 甚至小鈴鐺上 我們最後可以並且 我們可以開始選擇了